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開始我的這個故事和演講之前 我想我要下一點力氣 把大家出上一個演講的這個意識流 在太空中飄渺的感覺 和上一個這個科幻的這位演講者的這個 拉扯到現實中來 回到我們城市的現實 和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 那麼下面我今天願意和我的這個 合作者道陽先生也在這裡請聚一下走 我們跟大家一起來講一個 中國城市雨水的故事 那麼大家我相信在座各位 對雨水從專業角度一定是很深屬的 但是在今年雨水大家 在每個人的腦子裡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享受城市的這個美好和困惑的同時 我想我們在座各位都首先要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間 在過去城市下雨它更多的淨流呢 雨水是會自然地捕捉到地下 由於自然條件 由於植被 另外還有大量的水呢會形成蒸發 所以一個非常好的自然循環系統 但是隨著城市的發展 必然的結果是地面的淨流會越來越大 而且是帶著很大的污染 那麼地下水會越來越多 那麼蒸發量也會很少 這是一個事實 那麼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知道 今年的七二藥成見 在城市裡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件 幾十個鮮惡的生命就失去了 給我們帶來非常慘痛的教訓 那麼事實上 這種事件在這些年很多城市都不斷地發生 那麼這一個呢也是在 因為07年在濟狼 也同樣發生過這樣的一次石势的事件 有三十多位 生命失去 還有很多城市每年都面臨這樣的 雨水的分跌 洪涝災害 這個大家可能在座 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觸 甚至或者我們深受其害 但是事實上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跟雨水相關的 由於大量的剛才所城市開發以後 水資源的流失 会导致这个水的缺乏 我们六百多个城市里面 有四百多个城市是严重缺水的 地下水会越来越少 同时也会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和水的危机 同时可能大家还不知道 雨水在排放的过程中间 会带来大量的污染物 那么这些污染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雨水 会直接地进入到我们城市的水环境 甚至我们的饮用水源 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到 水道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在很多城市的重要水体 边池 武汉的东湖 太湖 等等 包括北京的城市水体 这个我们称为水的负营氧化 或者水滑 就是大量的藻类的爆发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城市巨大的威胁 所以那么这个雨水的问题实际上是多方面的 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 那么雨水系统的这个咽喉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脚下 在我们的院子里 在我们的马路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雨水口 今天这个报告完了结束 在你回家的路上 在你走出这个建筑物之后 你可以看看 注意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雨水口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城市雨水排放的第一个咽喉 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城市的咽喉 常常是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我们说的 仓庚主 捕塞 大量的垃圾 刚才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咽喉 有很多的紫穴 有很多的垃圾 有很多的罐头 那么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每个人在座 都会有 多多少的话会有些关系 那么它不仅呢 会导致城市下水道的阻塞 加剧水道灾害 同时会使这些污染 长驱植入地进入我们的饮用水源 和我们的保护的城市水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在专业人员 对下水道进行维护 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现在其实在很多城市里面 我们的下水道实际上就是处在一种 长梗阻的状态 这也是目前加剧城市水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就像这一次 去年我们做了测定 很小的一次毛毛雨 其实这个水的雨水口也都堵塞了 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都不注意 因为它没有形成交通的堵塞 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我们都不知道 也没人去关注它 一旦通到721站大道理的时候 它就会加剧 这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 可能都注意到天上去了 我们注意到政府 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 因为这些组出来 这些垃圾可能都是平时一点一点的造成的 它实际上虽然不是主因 但是它是一个成因之一 跟我们在国的每一个都有切成的关系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说 目前城市的这个 今天我不想讲更多的专业词汇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 涉及到天 涉及到地 涉及到人 涉及到我们的政府 涉及到我们专家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跟我们每一位 切成相关的一些事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目前的排名系统 相对来说是落后了 那么导致我们现在 支撑目前的城市 是什么样子呢 就跟他讲 我们回到现实的城市 把这个人轻松感受到的 就是我们说的水多水少 水章 这样一种病态的城市 我们都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城市 因为它和我们 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和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 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理念 新型的排水系统 需要政府 需要专家 也需要我们广大的市民 共同的努力来参与 来构建这样一种新型排水系统 以至于支撑我们现在 未来的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呢 现在大家知道 我们要建低畅城市 要建绿色城市 中国现在最近 已经有二百多个城市 在分清建筑这个 增态城市和绿色城市 但是如果水的问题 像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的 包括首顾北京 如果得不到左上来解决 我们的绿色城市 我们的二百零城市 将怎么来体现 要怎么来落实 这是很大的疑问和问号 那么现在 从专业角度 为了治理这个水报 现在政府下了很大的力气 专业人员 我们也会做出努力 其中一个措施就是 其实像大量的管道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巨大的地下的水池子 打得通寒道 这是国外的一个大型的排水通道 它正常的主要是一个交通通道 但是实际上在暴雨的时候 它是一个排行通道 那么这些设施来控制这个从脑 是有效的 但是它有局限性 第一它需要巨大的投资 有些一个辞职就三亿 甚至几十亿的资金 都是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同时它也是产生很大的胖的排放 另外也有很多的局限条件 地下和地面空间的限制 所以这只是措施之一 完全靠它并不能彻底地解决 城市的雨这问题和环境问题 那么我们还需要构建的是新型的雨水系统 那么在介绍新的这种技术的 新的这种理念前提前 之前呢我想简单地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过去我们是祖宗 我们是先人 在怎么应对城市的这个水池 怎么应对这个天灾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实际上我刚刚讲 今天其实我来讲不是艺术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 我说它是一种大地的艺术 是一种生存的艺术 也是关系到我们 也是城市发展的艺术 我们可以这样来把它看作为一种艺术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古代它们是生活的哲学 在应对这些资端单赛 它们才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可以总结 第一 顺应自然 热爱生态 第二呢 我们在分散和分散的过程中 因为最小化的水池 最反应到很负面影响 第三就是怎么样利用 不然讲的这个雨水 宝贵的资源 来维护这个很好的自然平衡 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 我们发现 在不少的地方里面 都有这样的理念 这些理念 在今天还是非常有价值 现在我们简单来看一看这两个 这样子 一个就是云南 元阳 哈里提南 这不是城市 这段农村 这就是少宗民族地区 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再多久 有没有人去过 如果大家热爱住 啊 热爱是资的名字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那么就是在这个高桑地区 哈里族 经过几百年的这个摸索 构建了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梯田 来保护这个 维护这个水的环境 其中就是通过一级一级的梯田 来收集这个雨水 进行灌溉 同时防止水土流失 防止洪涝灾害 形成一个人和自然的和谐 这么一个系统 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和谐 也是可持续的 实际上每一个基田 都是一个小的蓄水池 分散使得来 削纳这个浸流 削纳这个雨水 减少它造成的水 但是在历史上 他们也曾经在发展中 面临过大规模的开发 破坏森林 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 后来越来越聪明 构建了这样一套生产系统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 非常的美 不同季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 新的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他们的智慧来自哪里 就是来自于长期和自然 在相互关系中间 莫属出的经验 总人数的教训 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也为当地的经济生活 改变了大规模的生活水平 第二个案例我想讲一下 就是在城市 在江西的福寿沟 它有一个江西的干沟 它有一个叫做福寿沟的一个牌制系统 这也是在古代的时候形成的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陈丁 这是它的古城 两个江包围的 那么也曾经遭受 在唐代的时候 在发展 在城市发展的部分 其实也遭受像我们今天 面临的一样的问题 水牢灾害 后来到了南宿时期 有一个叫刘毅的 当地的一个政府 一个官员 带领大家来修建 来应对这个暴雨 修建了一套的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呢 就叫做福寿沟 就它那个整个系统 就是像一个福寿和寿寿 当时也是介绍中国这个 这个比较激烈的两个字了 那么这个系统呢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通过地下这个 目前刚才讲的这个 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用的 地下排水系统 在暴雨的时候 首先通过地下的排水系统 排 外排 当随着这个暴雨的增加 外面的江河水位 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个水排不出去 过去是造成那城市的水牢 它这里有一个阶门 反向阶门 把它挡不住 水出不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金流就到了 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开放的这个水塘 在这里进行调取 而不至于造成这个淹没 所以它这个词典总结一下 就是地下的排水系统 加上地面的这个调取的水塘 一种生态系统 来构建了这一个 一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的地下排水系统 非常好 同时呢 它的一些比较好的 就是它当时的这个 当潮门 就是那个 当湖水上来以后 它会阻挡湖水倒灌的城市里面去 同时在城市里面 还有很多的公园 开放空间 那么一直到今天 都是一些非常漂亮的景观 同时吸引了很多的市民 也是一种娱乐场所 同时在这里休闲 运动 活过鱼类 养殖等等 那么从上面这个 两个案例 我们看到 就是古人在应对 这个天灾的时候 他们记得了很多的 很好的经验 很多很好的智慧 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 反思我们的发展的模式 但是也应该注意知道 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和古代不一样 也就是说 第一面临着 并严重的污染 人口的压力 土地稀缺 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立交桥 地下铁 是吧 道路 立交等等建筑 然后气候的变化 层次的扩张等等 这些劳本都是在古人没有遇到的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 吸纳这些古人的智慧 同时要有新的理念和科学技术 来应对这些新的问题 这些我们将能检查做 那么同时你当然可以看到 就是由于城市发展 刚刚讲的 很多过去的这个 江西杠州的很多这个 地下空间那些水潮 现在很多都消失了 仅剩的不多的 现在也受到很严重的污染 这些问题可能在古代都没有 今天我们面前都非常突出的挑战 大家可以看到 好的 挺快 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借鉴古人智慧 然后研发新的基础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就是新的排队系统 由地面的绿色基础设施 我们叫绿色道路 街道 大家可以看 利用绿化 树池 雨水 花园 把就近的就地的雨水 到绿地里面进行结纳 进行消化 进行不出雨下来 这是在停车场 绿色停车场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些雨水 都可以在绿化区里面 在绿化空间里面 来进行进化 来消纳 绿色屋顶 减少被进入的排放 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屋顶的雨水 直接掉到绿地里面去 而不是直接排放到下水道里去 通过这样一些方式 还有这样大家可以看到 利用开放的这些绿色自然的排队系统 而不是唯一的广道系统 广道系统和地下水是哪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些开放的公园 其实都是雨红的自从设施 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既改善了房租 改善了生态 也解决了水 脏水多水少 这样一些矛盾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实际案例 这个是我们在汪科冰青所说的 这么一个绿色建筑项目 就是按照刚才这种理念 把屋顶 绿色屋顶 雨水利用 雨水花园 下顺 浮沉浸浸浸浸水 在一个实际案例面来落 那么这个项目 也获得了美国的绿色建筑 这个国经济认证 和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的标准 这都是绿色建筑最高标准 同时呢 我们在 现在很多单位 包括我们也都在 全国各地在推广这种理念 来应对城市 发展过程中间 所面临的水多水少水章的问题和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我们专业中间的工作以外 政府的职责以外 其实我们广大的市民 其实是有所可为的 都在参与 有市民的参与 包括小孩 都在参与这些工作 因为我们的要求 可能今后 在我们的社区 在我们的建筑 在我们的停车场 都需要把雨水 就近的消纳 就近的利用 现在很多地方也是推广 北京都在推广 这样一些设施 这样一些理念 那么需要我们可能 大家更多的了解 支持和参与 所以我说 为了美好的未来和子孙 让我们一起行动 从我做起 当我们减少 万余水口丢烟灼的时候 减少把地下丢紫穴的时候 其实我们 为减少城市的洪荡灾 还可能就做出了一份 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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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